气温不断飙高 用电量从7号创新记录之后 昨天跟今天更是连续两天再破新记录 万一这种快要飙到将近39 40度的高温下停电了 这该怎么办 不止民众担心 现在企业界更要赶紧准备对策 今天变态时间就请来经济日报 自身财经记者江瑞志 瑞志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瑞志其实他一开始最想问就是今年夏天 这个台北动不动就是37.8度 那中南部更热 而且还有焚风 万一这个时候停电了 那怎么办 那到底今年会不会停电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怕停电 因为实在天气太热 我今天遇到一个男同事 他说他今天都想要打伞 对 所以表示这天气很热 一停电大家可能会受不了 不过今天我们应该可以预期 未来一段时间好像会不断的 就是用电量会不断的创新高 就是瞬间的用电量 现在好像瞬间用电量最高都是在1.5 1.40左右 对 就是最热的时候 就是大家冷气都全开 那最近的就是创新高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的冷气都全开 全开所造成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机组会出现这个 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之下 会影响它的运作效率 所以造成它的供给就是略略减少 没有办法如预期正常的那么的多 然后需求又增加 所以会造成一个瞬间一直不断创高峰的情况 这情况这夏天可能还会持续出现 那么akte组会发出现